86版西游记可能是全国最牛的电视剧 不仅一经上映 就创造了89%的收视神话 剧中的神话人物更是深入骨髓 时至近日 这部史诗剧作已经重播了超3000余次 但嫌有人知道 西游记的成功背后掩埋的 却是导演杨洁心中的一段心酸史 西游记 说心中永远都有个结巴有个痛 十年我没看过它 播出以后 1978年 日本按照他们的理解 拍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西游记 仅仅播出一集 就引起全国民众集体声套 唐僧是个女人 哭着喊着要嫁给妖怪 孙悟空神通广大 但一棒子能遭穿地球 看着就离谱 弟弟喷出的石油更是飞到了天庭 杨妈得知情况后大为震怒 于是把西游记搬上大萤幕 就这样被提上了日程 而杨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忙上任 当时是1982年 国内经济不景气 再加上还有《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这样的大制作 也都已经提上了日程 所以当年的经费十分有限 当时最经济的预案 是西游记所有的外景 都在北京郊去拍摄 但杨洁导演不愧为女中豪杰 要么就不做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于是杨洁当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陪唐僧师徒四人 重走一遍悉行之路 当年为了拍摄这部剧 杨洁可谓是历经磨难 光是拍摄外景场地 就足足找了六个月之久 单是第一集《猴王出世》 就足足辗转了11个景点 孙悟空出世的地点 是福建东山岛 但镜头一转 就来到了秦荒岛的北戴河 孙悟空在河边喝水的这个桥段 则取自于张家界的金边溪 而水帘洞的外景 是黄果树大瀑布 可内景却又变成了湖南的波月洞 光是一集 剧组就跑了小半个中国 观众足不出户 就将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手眼底 而这背后 则是剧组常年累月的 跋山涉水 当时国内许多旅游景点 还没有被完全开发 以至于取景过程中 主创人员多次预险 杨洁导演有一次 甚至差点从山上跌入悬崖 而石头四人的经历 也是异常危险 当时由于技术的封锁 我们的威亚技术并不成熟 再加上经费的问题 长长威亚的绳子已经磨得很细 而剧组却不得不冒险继续使用 以至于有一次在拍摄 齐天大圣去天庭的戏份时 直接导致六角灵桶 从四五米的高空摔了下来 地上腾起一层灰 万幸当时饰演大马猴的向汉 下意识地伸手接了一下 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而当时的软硬件设备 也是与今天不可同日而喻 在拍摄三打白骨精时 孙悟空被念紧箍咒的镜头 由于特效技术的落后 剧组为了从主观镜头 表现出晕眩的效果 拍摄时 摄影师就被人扛在梯子上 硬是转着拍摄完了这场戏 整个镜头拍下来 孙悟空晕没晕不知道 但摄影师午餐吃的什么 所有人那是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 当时在拍摄西游记时 最初只有一台摄像机 和一个摄影师 这也导致无法同时进行 多角度多机位的拍摄 就连这台摄像机 也是台里最老旧的设备 分辨率只有300p 都没有现在的手机分辨率高 而且摄像和录像功能 还是分开的 机器又是异常的笨重 当时在云南拍摄制机 美后王时 有一场公主骑马追兔子的戏份 摄像师扛着摄像机 追着兔子跑 两个技术员抬着录像机 跟着摄像机跑 工作人员则抱着监视器 跟着录像机跑 而53岁的杨洁导演 则追着监视器跑 一堆人在中间拉着线 就为了一个追兔子的镜头 一群人跑得气喘吁吁 都累得贪软在地 可两个技术员 还死死地抱着录像机 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 也直接导致 拍摄进度十分缓慢 也是在这时 一封匿名举报信 递到了相关部门的信箱里 而举报内容则是 此领导很是重视 于是立马下派了三名调查员 来核实情况 可等调查员来到剧组 却傻了眼 因为拍摄条件的艰苦状况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西游记所有演员的片酬都很低 生活质量也没有保障 一群人每天每夜都要工作 可人均每顿饭 却只有五毛钱的预算 而师徒四人的工资 也仅仅是八十元一级 在广东拍摄时 因为当地物价很高 他们只能吃得起 两块五一份的饺子 一份只有六个 艰辛的精神所感染 硬是给剧组打了半个月的长工 才姗姗离去 可是1986年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台里不再给西游记项目拨款 辛苦四年的结果 眼看就要复之东流 于是一向刚正不阿的杨洁导演 这次也终于低下了头 好话说尽 嘴皮子磨破 但领导的态度依然很坚决 要么立刻将现有的 十一集西游记草草结尾 要么你杨洁自己去找投资 想办法 但最终版权还是归台里所有 杨洁没有办法 但也没有放弃 最终还是西游记的制片主任 也就是饰演无工精的李鸿昌 找到了自己的老领导 铁道部十一局 采用极优惠的条件 借来了三百万的赞助 但随着后期经济的增长 国内物价上扬迅猛 虽然剧组省吃俭用 节俭开支 但西游记最后 还是没能按照计划完成拍摄 本来原定的三十集电视剧 最后无奈 拍完二十五集 便草草结尾 但杨洁怎么也没想到 能得圆满的师徒四人 却忘记了 九九八十一难还差一难 而这一难就是人心 在杨洁的自传 《我的九九八十一难》中 杨洁说过这样一句话 所以当西游记播出时 我被一脚踢出了局 这句话是何等悲凉 又是何等心寒 而说起这一切的起因 其实都跟剧中的师徒四人有关 师徒四人与杨洁不合的传闻 由来已久 而这次的事件 更是成为了整件事的导火索 当时西游记播出后 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其实新加坡对西游记 也颇为关注 于是便请西游剧组前去商演 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 可彼时名气大臣的六小灵筒 马德华和盐怀里三人 却请了并驾或试驾 不曾到场 后来有人告诉杨洁 说师徒四人在山东商演 而杨洁根本不相信 因为赤冲锐就在剧组 可一看海报 果真是师徒四人 只不过唐僧是之前的演员 徐少华 但哥尔萨回来之后 杨洁就这件事批评了几人 可结果就是七天大圣上报给领导 并扬言 只要有杨洁的商演 几人一律不去 至此 整个西游剧组 最终成为了三人控制的天下 而杨洁则被一脚踢出了局 说来唏嘘 当年条件如此艰苦 尚能团结一心 如今条件好了 怎么心反而散了呢 其实说到底 这也和杨洁自身的性格有关 杨洁导演出生于军人家庭 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杨伯侃 杨洁一生历经生死离别 饱受战争和贫苦 这也导致他的性格过于耿直 浴室容易激动 更是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当时也只有演唱 敢问路在何方的蒋大为 选择了支持他 当年的西游剧剧组 要去新加坡演出 请我去 当时我就问了 我说都谁去 他跟我说了一下情况 说师徒四人去 杨洁不去 我说为什么杨洁不去 他说因为他们之间好像有点矛盾 他们不想让杨洁去 我师徒四人这么做事 不应该矛盾有正常 没有矛盾反而不正常 但是我说你们不能那么不一起 没有杨洁导演 哪有你们师徒四个人进去 你们不带杨洁去 我也不去 而杨洁也是一个大族的人 直到多年后 杨洁决定拍摄西游记续集 师徒几人才跑来 给杨洁导演赔礼道歉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原谅 而随着杨洁导演的离世 西游记背后的纷纷扰扰 才渐渐褪去 幕后的真伪早已不可考证 但大海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一声气叹 难掩心中悲怆 一句原谅 看破 世间沧桑 杨洁导演千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